在今天文章的一开始 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有多久没有发过朋友圈了 说实话在参加工作以后 我已经从当初的朋友圈画牢 变身成了朋友圈的隐形人 好像人越长大 有些情绪就越难说出口 在追求高效稳定的大环境之下 情绪这个东西反而成了 行走江湖时的负担 从前分享预报棚的我 在听了太多成熟的人不发朋友圈 远离负能量朋友圈的论调之后 如今发朋友圈瞻前顾后的模样 就像一个怯懦的小孩子 发一条难过的朋友圈 要屏蔽爸妈 怕他们担心 发一条出游的朋友圈 要屏蔽领导 怕他们多心 发一张自己觉得很好看的自拍 又怕屏幕对面的人来一句 这也不好看呀 尤其是前一段时间 看见知乎上的一个话题 朋友圈中有哪些行为 或者做法会显得特别low 我看着七千多位网友们 列出的种种朋友圈恶行 我赶紧把朋友圈设置成了三天可见 你别打扰我 我也不爱你的眼 只是那些想要表达 却未曾说出口的喜怒哀乐 他们仍然压在我心底里 私下无人的夜里 我心里想的还是 好希望我的情绪能被人看见 好希望有一个人 他能跟我说 你的好你的坏 你朋友圈里的一切 我都能理解 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 明明渴望被人理解 却又在种种顾虑之下 小心地藏起所有的情绪 生怕被人议论 不发朋友圈 不是因为没有想要表达的东西 而是随着朋友圈的 真朋友含量逐渐降低 我们的表达成本 和形象管理成本 变得越来越高 可是自我压抑的时间长了 我好像并没有因此 变得更加成熟 反而多了很多 无法排解的负面情绪 有的时候 我真的会忍不住质疑 掩饰自己情绪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必须要保持接默 才算成熟吗 直到有一次 我帮我爸爸清理手机内存 无意之中点开他的相册 我才找到问题的答案 我的爸爸和大多数人的爸爸一样 内敛 严肃 不善表达 原以为他手机里的照片 无非就是出去玩的时候 拍的花花草草 但我点进去之后 却发现他相册里满满当当的 都是我几年前 发在朋友圈里的故事 看着几年前 我拙劣批图的技术 变形的五官 彩虹般的夸张发色 我有点惊讶又难为情 我忍不住开口问他说 爸这都几年前的照片了 你什么时候存呢 他只是不好意思地笑笑 他跟我说 这几年都不见你发朋友圈了 你是不是把我屏蔽了 想关心你都没机会 我鼻子一酸 拽了张纸 走出屋外 眼泪哗哗滞流 我们总被告诫 要做不动声色的大人 不准情绪化 不准偷偷想念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那些被控制的情绪背后 那些没有发出去的朋友圈背后 也许藏着被拒绝的关心呢 就像有人说 表达的意义 不在于得到别人的理解 而在于让你分辨出 谁才是真正愿意理解你的人 前段时间 工作和感情都不顺利 路过某个十字路口 发现这个路口 就像 我不知道该往哪里走的人生 我随手拍了一张图 想配文字 又怕别人说我矫情 所以直接发出去了 结果十几分钟之后 我收到了一位老朋友的留言 你怎么了 你不开心吗 看到这条简单的留言 心脏外部那层 坚硬的壳 就像是瞬间被人揭开了 我突然蹲下来大哭 瞬间柔软的一塌糊涂 有时候我在想 我们都是普通人 拥有的 也只是普通人 会有的喜怒哀乐 开心了会发一串哈哈哈哈 难过了会写一串交情的文字 拍了照会认真披图 赞少了的那条朋友圈 也会悄悄删掉 或者尽自己客间 那些散落在朋友圈里的日常 不过是一个普通人 正在用心记录自己的小日子 一条小小的朋友圈 它并没有影响 人际关系的力量 它只是在某一个脆弱的关口 给人一个可以宣泄的出口 然后抱着这个出口 我们终究会在鸡飞狗跳的生活里 找到安然气息的爱 和可以全然相信的理解 抱着这些 被爱的 被理解的瞬间 我们可以继续相信 然后继续生活下去 继续鼓足勇气 用生命中遇到的所有温暖 去抵抗那些 艰难的 小日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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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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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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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